今天我們就請回來一個很特別的嘉賓 為什麼他這麼特別呢? 因為通常有在YouTube那裡找過廣東話的內容 找過廣東話教材 都會認識Britney 那不用我多說了 我們就有請Cantonese with Britney的Britney Hello 大家好 那你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在Monterey,加勒歐歐 當初是否Jarrod說服你 我們可以搬回加州試試住 還是你自己也有這個意思? 嗯 我想他想住哪裡我都會跟他去 因為我本身的人都是很... 很穩定的 你是怎樣認識Jarrod的? 我又想拜卦一下 大家又可以聽一下拜卦 OK的,我們在Tinder認識的 我那時候就在45街上住 在紐約區就在44街上住 哦,很近哦 我忘了一開始的時候 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我和你是怎樣認識的 因為可能大家會覺得 啊,你又是內容創作者 他又是內容創作者 你就是這樣認識的 我肯定是因為教廣東話 其實不是的 那我就交給Britney 你說一下 是很有趣的 其實我們... 我還沒做資料創作者 那時候都已經認識的 啊 Jarrod呢 認識了我的時候 他就想學廣東話 那他就上網找... 啊,紐約有哪裡可以學廣東話的 那他就找到啊Jade 上了幾課之後 Jarrod說 哎,不如你和Jade打招呼吧 那我就說,哦,Hello,Jade 兩年之後 開始了我的頻道 Jade就在Instagram留言給我 哦,like, we should connect 我問Jarrod,這個是不是 那個Insperland的Jade啊 他就說,是呀,是呀 我問,我們已經結合了 我很肯定你有在做YouTube這個過程裡面 你的社交圈子有沒有什麼改變 嗯,有的 我想有一點 尤其是認識了做Podcast的人 沒有那麼孤獨 因為很多時候 認識其他的創作者 我們都在社交媒體聊天 但是跟Podcast的人聊天 其實我們其實是聊天的 沒錯 是很開心 認識到大家 你由最初讀大學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已經決定了 你很想做這件事 是否從那時候開始的 其實不是 我讀大學的時候 就讀經濟的 Economics 但是我一向都有 對於剪片啊 剪輯一些照片啊 Graphics 那些東西都有興趣的 因為我爸爸也一向有 對這些東西有興趣的 我不知道你也有看他的Youtube 是呀,我有 我是他的忠實粉絲 哈哈 我在你爸爸 對眼裡見到那個熱情澎湃的 那個喜歡唱歌 我還很開心啊 哦,謝謝 我要給他一點信心 我想我還在高中 他也有剪片的 是通過他剪片呢 我就跟他一起研究一下 什麼是一個 like what makes 一個好的片 oh my god oh my god 我喜歡你的chenglish 任何一個在聽一集的人 都會覺得 yes 那就是我講的 他們平時的廣言可能都是這樣 所以呢 是你太擔心 我的理由有轉變了一點 因為我 初初呢 就只是想說廣東話的 我一點chenglish都不想說的 但是我想現在呢 不是說多些chenglish的 但是如果是很自然地說chenglish的話 我也會去說 因為我想大家 我的觀眾明白 其實如果是用chenglish 你可以表達到自己的意思 就OK的了 你覺得 小時候讀的時候的 中文學校 對你後來學中文 有沒有很大的幫助 一點都沒有 中文學校 他們的教書的概念 或者方法 我想是在台灣 或者香港 或者中國帶回來 是對我們一些 本來是說英文的方法 可能不合適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去過 中文學校的人 就不接受他們教的方法 這個是一個原因 我想製作一些 內容是 人們會有興趣去看 不是為了學一個語言才會去看 因為現在呢 你有一些字幕 就算不想 完全不想學廣東話的人 其實都可以看你的片 相等於你看一條英文片 但是你又可以學到一些中國文化 尤其是在海外的華人的文化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挺有趣的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繼續 繼續努力 繼續去拍片 那好吧 再一次多謝你 Bernie 希望我們新人見面 到時我們又可以vlog 拜拜 多謝你Bernie 我們多謝你 拜拜